小兔说电影 只为精品好电影 大家好 我是恩小兔 父爱是温柔的刻印在血脉里的守护 大家好 我是恩小兔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治愈人心的电影 我是珊姆 大部分人 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幸福生活的路上 这条路好像总是如此漫长艰难 要成为多才多艳 聪明优优人 要考上好优秀的完美小孩 要考上好大学 获得优质教育 要走出去增长眼界 要有高薪体面的工作 要努力挣很多钱 买大房子 小汽车 要与条件优秀的伴侣结婚 最后 要有多才多艳 聪明优秀的完美小孩 幸福之路的循环 好像一团海浪 而人们就像一条条小鱼 在湍急的海浪中挣扎着 不由自主地 加快游动 焦虑又迷茫 而我们这部电影的主人公 却好像跟身边的人们 不太一样 他的名字叫沙姆 是一个美国街道上 随处可见 普通咖啡店里的 一名普通店员 如果你在平日里 走进这家星巴克 总能看到他 不紧不慢地 做着手头的工作 认真地把盒子里的 砂糖分类摆好 用手指丈量 将咖啡罐摆裂整齐 执着地慢慢扭动角度 将杯子把手和图案调整一致 稍显迟缓地 在桌台为客人点单 最后还不忘微笑着 对每一位客人说 真是不错的选择 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他匆匆结束了工作 围裙都来不及卸下 口中一遍又一遍地 重复着病房号 慌慌张张地奔向医院 在那里 寄住在他家的女孩 瑞拜卡正在分娩 她赶到的时候 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山姆悲悯医生 命令抓住她的手 瑞拜卡因疼痛大叫出声 她从病床边谈了起来 没错 山姆是一个外表看似成人 智商却停留在 七岁水平的中年人 面对着医院陌生的环境 和吵闹的人群 她感到天旋地转 有些害怕又不知所措 但作为孩子的爸爸 她还是开心地抱着 刚出生的可爱女婴 温柔地望向她 给她取名露西 源自披头式的歌曲 寓意她像她的钻石一样 珍贵可爱 可她的妈妈 终究还是在生完她之后 抛弃了他们 趁着等公车的间隙 转身消失在 大街吵杂的人群中 山姆抱着露西 坐在公车上 看起来可怜又无助 她从未照料过孩子 事情好像一团糟 在隔壁优雅善良的 独居女人安妮帮助下 山姆用爱与呵护 慢慢将露西抚养长大 山姆身边的好朋友们 也同她一样 或多或少 有着类似的沟通障碍 但单纯可爱的她们 也都对露西疼爱有加 山姆用大量的时间和爱 陪伴露西 她们每周三 一起去餐馆吃饭 经常去公园玩耍荡秋千 每天都抱着露西 给她讲睡前故事 她非常爱她的女儿 她们一起 度过幸福又安详的时光 露西在爱的浇灌下 成长为一个漂亮又聪明的 可爱女孩 终于到了上学的年龄 随着在学校里的学习 她渐渐发现 爸爸与其他的爸爸不同 她看不懂稍微复杂的故事 没有办法接受变化的事物 哪怕仅仅是更换了餐馆 她在做饭时 会与鸡蛋聊天 在家长公开日表演上 过度兴奋 但她依然爱她爸爸的不同 却开始抗拒成长 为了不让爸爸难过 她假装不认识复杂的单词 在学校不愿意学习新的知识 在家里 依然只让爸爸给她讲 最简单的睡前故事 这件事情逐渐被学校发现了 校长请来了地区儿童权力部门的官员 与珊姆进行了会面 珊姆的言行举使令他们产生了不安 他们认为 她并不具备单独抚养孩子的能力 在路西生日这天 珊姆把小朋友们都叫来 精心地为她准备了惊喜生日派对 和中途出现了一些误会 导致路西被儿童协会强制带走吧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 珊姆坐在车内 扒着车窗激动又无措 她的朋友们跑来出谋划策 让她去找当地最有名的律师打官司 让她帮助她赢得女儿的抚养权 珊姆坐在美丽干练的律师Rita面前 一遍又一遍地描述着 自己给路西准备的生日惊喜 笨拙地拿着他们的合照 想要说明自己对路西的爱 可是律师非常忙碌 不仅要应对不管是的老公 还要安抚打来电话的儿子 要准备下一场关系 还有会议 因为珊姆的拖延而被迫延迟 事情搅乱了 一团乱麻 过分的焦虑 使她因为一件小事 就对助手大发雷霆 踢翻了茶几上的糖果碗 她找了个借口说 会将此事托付给朋友 就将珊姆敷衍了出去 而爱先生的儿子 也早已挂断了电话 珊姆并无法理解 永远不会有那个所谓朋友的出现 而是不断地来找瑞塔见面 询问她和她的朋友是否联系上了 最后一次 找到了他们的同事聚会上 瑞塔碍于面子 只好当众承认了 她会帮她做免费的辩护 项目的开展并没有那么顺利 瑞塔需要证人 来证明珊姆是个合格的父亲 最好具有大学文凭 或者良好的沟通能力 但她的身边竟然一个可以出庭作证的人都没有 珊姆的朋友们都不是聪明的人 唯一可以沟通的杨姆安妮毕业于顶级音乐学院 朱利亚大学 可是她的自闭症 让她从28岁至今都无法走出访门 最终只能是珊姆自己上场 瑞塔为了打赢官司 将她带到家里训练 一遍遍重复教学 应该如何去回答对方律师以及法官的问题 珊姆发现她有大大的房子 可是儿子却孤单地坐在角落看电视 即使受伤了也不愿同母亲讲出来 然而紧接训练效果依然不佳 珊姆在对方律师挖开的一个个陷阱中渐渐失态 露西被判决由被选中的家庭饰养 最终判决延后开庭 珊姆与露西约好了去探望她 送给她生日那天没有拆开的礼物 她穿戴整齐 带了一束清新可爱的小花 可看到露西与新家庭的母亲在一起画画时 她又默默退了回去 或许这样才是好的 她不再需要我了 她想着 但其实露西一直心不在焉 直说地等待着爸爸的到来 可她却没有来 珊姆开始一蹶不振 想要放弃抚养权的争取 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偏执地不断折纸 堆满了房间 瑞塔来找到她 想要骂醒她 可是珊姆崩溃地大哭 我不断尝试 不断尝试 不断尝试 一直没有成功 我从来都没有成功 你能体会到吗 你出生就是完美的 而我出生就是不同的 瑞塔听后 情绪也逐渐失去了控制 抱着珊姆哭作一团 看似完美的瑞塔 其实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她有大大的房子 却没有温馨的家 有着体面高薪的工作 却剥夺了她的时间 也带来了无尽的焦虑 有着优秀条件的伴侣 她却出轨爱上了更完美的女人 有条件有机会陪伴自己的孩子 却依然被琐事 打磨掉了时间和耐心 生活好像总是有一些不完美 珊姆周围的朋友不聪明 甚至比一般人要更不幸一些 可她们每天 还是像一群傻瓜一样 开心地生活着 安妮拥有常人难极的音乐才华 却因心理疾病 被困于家里这一方天地 只有瑞塔幸福的因素 全部都具备 看起来应该是 她们中最幸福的人 可她依然焦虑痛苦 需要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 大家其实都一无所有 在永恒的夹缝中徘徊 但爱能够做到的 远比想象中的更多 珊姆站坐起来 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并为了节约探望女儿的 两小时时间 搬去了寄养家庭的附近居住 寄养家庭的夫妇 对露西也很好 露西依然每日每夜 思念着她的爸爸 每天夜里都抱着小兔玩偶 爬窗户 跑到爸爸家里 每次都又被珊姆抱了回去 寄养家庭的母亲 也很爱露西 她以为可以给露西最好的爱 结果露西一次次 从深夜中逃了出来 她才发现 露西最需要的 还是在爸爸身边 爱与理解 让她即便不舍 依然选择了放手 可珊姆认为 露西需要一个美好的母亲 母亲才是她画中的 那一抹红色 最终 露西被寄养 珊姆也争取到了 最大权限的探视权 依然可以陪伴她身边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几次潇然泪下 眼睛里看到的是珊姆 脑海中却总是浮现出 爸爸的声音 她并不高大威武 也不完美 可在我的成长中 她尽自己的所能 给我她所能给的 一切的美好 我曾经生过一场 比较严重的病 青春期的时候 在亲戚朋友的讨论下 不知为什么 就非常脆弱地哭了 爸爸抱着我也流下了眼泪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爸爸的泪水 他会有多难过呢 我再也不想看到 他流泪的样子 所以那以后 我也努力变得坚强 爸爸们都是第一次当爸爸 他们跟珊姆 又有什么不同呢 同样会因为 我们的悲伤不知所措 因为我们的错事 生气自责 会为了我们小小成就 而感到骄傲自豪啊 这是一部 爱 幸福 责任 选择 的优秀电影 其中关于生活的思辨 让它有了一些 理性的哲学味道 而关于爱的部分 又让它是感性的 不同的人 会站在不同的角度 体会它 由于篇幅有限 电影中的很多细节 没办法在解说中 一一展示 期待某个午后 你能够亲自走进这个故事 与它来一场温暖的邂逅 好了 这部电影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是爱看电影的燃小兔 我们下期见